8點的氣象時間來看 即使影像是高雄壽山的觀景台 現在已經明顯透光的感受 其實今天南台灣 要注意的重點滿多的 因為中午時間還是會有一點點熱 但下半天要防雨了 因為昨天其實南台灣 有些地方雨下得滿大 今天還是要注意 中南部午後的降雨 也是有可能來得滿大滿突然的 所以上半天要防曬 下半天又要防雨了 接下來透過微信運圖提醒大家 現在台灣處於一個大低壓帶 所以水氣相對來說是比較多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 而目前其實台灣周邊有 很多低壓是在擾動 而現在在台灣東北方 這個低壓是越來越靠近我們 但它結構是比較鬆閃 另外在關島附近 也有另外一個低壓 而且目前來看 這個海溫是比較高 垂直風氣也是偏小 滿利於發展 所以在中秋節前後 台灣東部海面恐怕會出現 一到兩個颱風 對台灣會不會有影響呢 變數還很大 因為目前就連熱帶性低氣壓 都還沒有生成 而接下來還要關注的 其實就是今天海邊活動 要特別注意 因為今天在南部沿海 橫川半島是有長浪發生的幾率 像是橫川半島的卵比 已經觀測到大約兩米高的浪高 今天海邊活動的部分 也要提醒您這個浪的部分了 至於接下來要看看的是降雨的狀況了 來看雷達回波圖 目前台東跟橫川半島 是發布大雨特曝 而屏東滿洲的累距量 大概是35毫米 要注意了今天天氣還是蠻不穩定 主要就受到了東邊的低壓接近影響 迎風面的台北宜蘭 其實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像是東部東南部 也會有零星的降雨 而午後就是要注意 熱對流發展整個苗栗以南 會有些雷陣雨 而且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出門最好是帶拔傘了 而四日雨去途也要提醒 零星都是偏多的 今天除了中南部 午後要留意大雨發生 而明天則是要注意低壓更靠近我們了 北部東北部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之外 午後各地的降雨其實也會慢慢的擴大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而禮拜三開始水氣會慢慢減少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短暫的空檔 禮拜四開始東邊的水氣又要進來 到時候水氣更多了 除了東半部的短暫陣雨 其實西半部午後的雷雨也會增加 而且不排除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所以這幾天出門都要注意最好是帶上雨具了 只是沒有下雨之前溫度還是偏高 紫外線的部分還是要提醒您 沒有下雨之前很悶熱 其實整個西半部的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33 34度而東半部大概是32度上下 至於紫外線還是都紅通通一片 基本上紫外線都來到過量等級 只有馬祖相對來說是高量等級 所以今天沒有下雨之前還是要記得防曬補充水分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因為今天可能會有些降雨的狀況 所以導致這高溫相對來說比較上不去 大概只有33-34度 至於在中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今天高溫也大概只有33度上下 因為今天全台水氣相對來說都是慢慢增多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中午時間這個高溫大概中部32-33度 至於在南台灣 南台灣其實今天高溫同樣大概只有31-32度 而且南部要特別注意今天午後降雨 恐怕也是會來的蠻大蠻突然的 至於在東半部的部分 東半部今天高溫也大概是31-32度上下 今天東半部也是會有零星降雨 所以提醒您今天天氣相對來說 已經慢慢越來越不穩定 水氣都是偏多的 以上這一節的氣象資訊